我和孩子的爸爸是在上周小孩 坠楼之前的一个礼拜之前 我们就已经感染了新冠 就是我们家都是陆陆续续感染的 这个孩子他是最后一个感染的了 因为我本来也是在新冠期间 然后白天还得做家里面的清洁 然后得做饭照顾他什么的 11点多之后我们就睡觉了 全家人都睡了 然后星期六的后半夜 我在想就是不是烧迷糊了 他爬到窗户上去了 我从窗户上掉下去了 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宝洁阿姨发现了他 然后喊着保安吧 我们孩子背上来的 然后我还当时问他 我说你怎么到楼下去了 他说有人带他下去的 我在说他是梦游吗 要么梦游要么就烧糊涂嘛 目前还在ICU里面 他是炉内有两个地方出血 然后右胳膊断裂 然后骨盆骨折 肌柱有几处有断裂 来前两天孩子情况还好 就是前天晚上的时候 他就有点湿血性的休克嘛 然后整个重庆市血液中心的 库存血都很紧急很少 结果也自动来了200毫升 孩子他那个 科项血液指标的话 相当于还擦了一半的血 就是维持正常的生命体征 然后后续他还要做各种手术嘛 因为他锻炼的地方比较多 做手术还需要血 我这两天基本上都是在筹集血液 就通过我自己的朋友圈 还有临业主群 还有学校老师啊 各学校老师发那个朋友圈 就去那边组织 都去捐血 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养着的 往后符合献血条件的人很少 从来这边就多久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